全红尘哭了,柴若林哭了,国际勇联,公安学院喜讯,陈宇熙,甘拜加封 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访问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跳水队的最新情况 目前中国跳水队正在参加福岗市领赛的比赛 这次比赛作为跳水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在几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尤其是全红尘的表现,自然让很多粉丝非常关注 在此前,全红尘是在决赛中,与陈宇熙等等获得了十米跳跌冠军 确实是可喜可贺 因为纵观整个比赛,陈宇熙,全红尘的表现确实非常完美 他们也是成功的收获了十米跳跌冠军 我们希望在随后的单红比赛中,全红尘能够继续的有稳定发挥 在刚刚是结束完十米跳跌的预赛 这次比赛,全红尘表现是极其完美 在刚刚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全红尘也绝对优势,获得了预赛第一名 有机会能够在随后的决赛中收获冠军 尤其是在第二球,输获了十分的满分 也可以看出呢,全红尘已经克服了新一模 这次比赛,自在收获冠军 在第四球比较经常失误的207C动作上呢 全红尘依然是表现非常稳定 获得了92分 而他的主要对手,陈宇希是获得了82分 也可以看出呢,全红尘已经完全克服了207C这个够难动作 我们希望呢,在随后的决赛中呢 全红尘能够继续这样一个稳定的发挥吧 可以说,全红尘这样一个表现 他自己也是激动弱力吧 向他主管教练,陈宇希也是哭了 因为目前来看,全红尘确实背负了太多的压力 在随后,国际永连正式的关系了喜讯 祝贺全红尘在女子试验跳舞台中呢 获得了预赛第一名 也可以看出呢,国际永连对于全红尘也是有一个极度的肯定 从此看外能够反映出呢,陈宇希也是甘拜下风 因为目前来看,全红尘的状态已经调整过来了 在预赛中表现这样出色 他依然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 因为在随后还有奥运会的比赛 等着全红尘 我们期待,全红尘能够在以后的奥运会实现未免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尘结合瓜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